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想要分享的话题是反应是编程 reactive programming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这个名词 能举个手吗 如果听过这个名词reactive programming 还是有一些的 那接触过多线程编程的肯定很多吧 多线程 锁呀 红布之类的 应该很多吧 相信大多数看台湾都会接触这个东西 ok 我接下来要分享这个话题 跟这两个东西其实相关性非常大 然后这个概念也非常大 因为它是一个原则 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框架或者工具 它是一个思想 然后我只是借助Spring by Flux Spring我新出的这套library 给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对这个的一些思考 以及我们在实践中怎么去更好的去应用它 先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张姐们 那个我目前工作在金数据 是那个前Solos的资议师 主要专注且不限于这些后端啊 这些有趣的问题 ok 我们现在考虑这么一个场景啊 因为金数据是做表单工具的 它是做数据收集 那么 这块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这块有一百个模板的主题 比如说这个主题叫 企业 怎么说 HR必备的表单工具 或者说 无所谓啊 反正它有一百个模板 只要你选上这一百个模板之后 你就可以给自己的整个工作流程 或者说 整个公司去搭建一套简单的IT系统 因为比如说我这块有个模板 我可以关联另外一个表单 然后它这块可以去生成一些 比如说有一个表是员工信息表 然后另外一个表是一个请假表 那么请假表的时候 我只需要去填我的姓名 然后就能查到我关联的信息了 以此在部门 那么就是这套模板 那用户去选择这套模板之后呢 需要为用户在数据处创建 相应的一百个模板的表单 以及给这一百个模板的表单 去给它复制一些创建者信息啊 创建时间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如果我们要实现这个东西 我们应该怎么做 实现这个需求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这个请求它只要来了之后 它肯定是带有一个模板 这么一个token或者ID 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只需要在后台 首先去查询一下这个ID 然后找到它关联的它的子模板 然后把这个子模板呢 再去做一次复制 然后给它再把这个复制出来的东西 给它再设置一个创建者 给它锁住的权限 设置完了就OK了 然后再给它转回的好了 好 我说的这些都是一个典型的用户应用场景 那么我们 我们再回想一下 刚才的这些处理的方式 它涉及到哪些东西啊 首先这个网络请求过来之后 我去查了一次数据库 我去或者从缓存或者从数据库 从文件无所谓 我从某个地方 给它做一次IO操作 把这个东西读取出来 然后呢 读取出来之后 我再把 读取出来这些ID 然后再做一次操作 因为我要在数据库里头 把它Duplicated 就是重复一份 然后我要再做一次操作 做了update 我把这些东西更新成 它指定的 指定的拥有者 相当于说 我做了三次这种 我就可以 咱们估计先把它 统成为IO操作 就是外户设备这种操作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真正用到CPU的地方 是不是不多 那假如说 有大批量的请求过来之后 有没有可能 把这个服务器压上 就好比说 当然大部分公司 都不可能达到 淘宝天堡那种流量 就假如说 有那种流量 你不用说那么多了 就1000个并发 就可能就死翘翘了 就这种操作 就单的My Circle Master Slave 那种模式 或者分工分表 就随便1000个 2000个就死掉了 这种操作 OK 那么应对这种高并发的这种场景呢 我们一般的解决方案就是说 把这个所有的操作给它并行的 能并行的并行 之前比如说我要做三个操作 我这套有个任务AEC 就像我刚才说的查个ID 查个其他什么的 然后如果能并行的话 全能并行 我刚才说的那个例子 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 需要并行的一个例子 因为它都是查证操作 它是有相互之间依赖的 它是一个接一个 我必须查到A才能得到B 这样 所以 所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但是 我们对于处理这种高并发的请求来说 我们的解决办法 目前来说就是通过并行化的手段 去来处理 假如说你拿着一千个请求 OK 那我就引起一千个现场 去处理这个东西 但是在这一千个现场 它可能每一个现场都专注于 我在像数据部提交这个事物也好 我去更新 保存也好 它都是同步的去等待的 它其实也是占用资源的 哪怕它是slip 它也是占用资源的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呢 这块我们先想一下 就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如何去判断一个大的质数 可以想一下 其实 最简单 最暴力的做法就是 因为质数的定义就是 除了E和它本身 能整出来 其他的没有工具能整出它 那么去求这个大 求解它是不是一个质数 而且是一个大数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最暴力的做法就是 从而开始加一 写的wile 或者eq 或者是for之类的信心环 只要匹配到了 只要它取摸等于0之后 就给它返回 就认为它不是质数 否则的话 只要它循环结束 就认为它是质数 就这么简单的例子 它这个很典型的特征 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外部的依赖 也没有外部操作 它就是纯CPU计算 它就是特别是CPU 那么这种东西 它适合并行计算 好像也是可以的 我把它分段 对吧 它就是二到很简易 我把它分成 我把它想分成几道 分成几道 我有几个线程 线程池里有几个线程 把它分成几道 对吧 好像也是可以的 但是它带来效果多大了 OK 以上两个问题 我们想完之后 其实我们也讲出办法了 其实这个 这个两类问题可以大致的分为 Io密集型和计算密集型 这两种 两种问题类型 那么 对于这种高密发的处理 Io密集型的处理方式和计算密集型的处理方式 明显不一样的 这种Io密集型的处理方式 佔了我们所有 不能说佔了我们绝大多数的应用场景 包括比如说我们去做的电商购物 再包括说我们做的转账 还有公司系统内部的流程 电子流等等这些东西 而计算密集型 它很典型的场景 比如说加解密啊 挖矿啊 再包括说什么数学的一些科学计算啊 求方啊 开根啊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它是完全两个不太 完全不一样的两种问题类型 关于这种多线程的 解决方案呢 其实对于那个计算 计算密集型的这种问题来说 我们采用多线程的方式 往往并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原因是什么 接下来就要讲 反而是对于Io密集型的这种 这种场景来说 我们是应该用多线程的方式来去解决它 因为如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去写过一个外国的HDD服务器 我最早自己做过一个就是 它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能够拿C1做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循环 然后你要只要我请求来了 我就可以做个FOC FOC出来一个新的进程 然后这个新的进程去处理请求 它这个效率其实是非常低的 首先进程占用的资源非常大 其次 其次你这个请求来了之后 它每一个都是主色的去处理的 所以这样的话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对于这种Io密集型的操作的话 我们还是用多线程来解决它比较好 那么多线程又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两个公式 就是可能大家看这些公式可能稍微有点头疼 我给大家解开一下就明白了 这东西非常简单 这东西就是这个SN就代表是 我用多线程能换来的提升效率 我用多线程能提升的效率 就比如说我用多线程能提升两倍效率 三倍效率 四倍效率 五倍效率 很简单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宽算就是 假如说我这个图 它做的这么一个操作 它是十分钟 OK 它是一个线程做完的 那么我用两个线程 如果能达到五分钟 那就证明它效率提升了两倍 就这么简单 它这个N就是代表现成的个数 T1比上TN就是 就是我能提升的效率 这块的下面这个A 是串行部分所占的比例 就是我这个整个这个服务里头 必须串行之行的部分所占的比例 理论情况是 就是如果没有串行的部分全都是并行的 当然这个场景是完全不存在的 那么它的提升比例就是你开多少线程 我就提升多少倍 你开一百个就一百倍 你开一千个就一千倍 当然那个那个效率已经 效率肯定是你减大 可以看一下 这块 这块是做的一个图 因为那个点做的比较少 所以看着就缺百万了 这块横轴是CPU的核数 从一个两个16和128一直到八千多个 然后纵轴呢是提升的效率 上面的不同的颜色的线段 就是代表这个服务里头它串行所占的比例 假如说这个串行核张比例达到了50%的话 比如说剩下的50%是并行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线啊 并行能提高的效率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它最高可能能提升 二 三 就吃平了 再也不会提升多少 反倒是如果你的可并行的代码的 站的比例越高 那么你增加这个线程 你提升的效率 这个是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尤其是体现在 在八核左右 这个这个差异已经非常大了 已经可以从二到七八左右 所以这个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这个是纯粹的理想情况 现实情况是我们还要考虑另外一个东西 就给它再加一个因子 这个比就是一致性因子 所有的并发 所有的多线程都涉及一个问题 就是通信和通过 CPU在做那个时间片轮转的时候 它也要做上下文切换 这块多说一点 就是从最开始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个摩尔定律 就是美国十八个月 它的计算性能提升一倍 价格降一半 这种规律 其实放到现在已经 早都失效了 早已经失效了 原因就是因为 没办法 就是不可抗的物理规律 就是主频没办法再提高 已经到极限了 以及散热的问题 再包括说纳米供应的问题 就无法再提高 所以在零五零六左右 开始兴起多核 这么一个技术 就是我通过给你增加 这种计算单元 来达到你提升效率的目的 关于这个公式的话 其实也是很现实 就是你所有的并发现场 就是并发并发服务 你都需要考虑同步 比如说我要同步结束 我要等它这个处理完之后 我再处理 再包括说我要同步去更新一个 一个变量 哪怕它是一个原子操作 它是一个 对 在加外里头 它可能是一个 automic integer 什么之类的东西 它都是 它这一类东西 都是属于同步 通信等等的 只要有这一类的开销 就会有这个并存在 只要这个并存在 它的曲线 就绝不会像上面这个更不漂亮 它真实的曲线应该是这样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在10个CPU再往上 之后 就已经明显出现快一点了 其实真实的情况 比这个还要高 就是如果是5 可以看这个 大家可以看那个颜色 就是最上面那条蓝色 就是最理论的情况 我无一致形成的 全都是并发 就是全都不需要恐怖 我各个各的做完就完事了 我也不需要去写出去 也不需要去企划传达 什么的 你纯理论的情况 我会达到20% 那么只要稍微有一点 哪怕只是0.2% 我的曲线都会 在一个拐点之后直线下降 再回到之前这个图 再者说 如果我要 我为了提升这个效率 提升到20倍 我可能需要8000多的CPU 这是非常荒谬的 不可能做这个事情 所以 基于上述的种种原因 有一帮人就提出了一个概念 叫反应式编程 其实反应式编程 它有很多前身 刚才讲历史 其实是讲了一部分 一个是多核的兴起 二一个是函数字编程的兴起 函数字编程 其实最早在很早 从那个SCHEME这种语言 就与LISP这种语言 就一定用了 它只是以函数为first class 就是第一类公民 这种语言 只要是以这个为第一公民 函数字编程 它都叫函数字编程 只不过 只不过这块讲到的反应式编程 它为什么提到函数字编程 就因为函数字编程是 无副作用 不可辨 以及它的这种计算的密等性 就是它带来了 我可以平行计算 我可以更好的 我不用去考虑通过 这些刷 更新 通过这些操作 所以才会 所以这几年 还是编程才有一些 怎么说 才有一些热度吧 大家才可以去研究这些东西 其实 反应式编程它包含了很多东西 它不光包括了一些理念 还包括了 函数字编程跟这些东西 它更多的是一种思想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下函数字编程 它简单计算一下函数字编程 就函数字编程 是反应式编程 反应式编程的话 简单的来说 这种非编程的 基于时间流的变成反应 那么 它其实也是有它的历史引进的 这个是我自己总结的 就是大家刚才书上根本查不到 我自己的理解 我实在是跟大家交流 就最早的 爱立信 它是一个通讯公司 它要保证它的服务高可用 就大家在打电话的时候 发短信的时候 不可能 也不是说不可能 就是应该 假如说这个网络瘫痪 几秒钟 几分钟 就有一些重要的机器发不出去 这是毁灭性的 这是普通接受的 所以 他们这个爱立信公司 在80年代 其实就发明一种语言 叫二浪语言 这个二浪语言 它做了一个 像是做了一个工具吧 这个工具的模型 就是Actor模型 Actor模型 它是以 这种义务的 分布式消息系统 作为它的传输载体 然后 放到整个这个网络中间 去实现数据的通信 等等等等 再后来 函数字变成 它的这个地位 就慢慢起来了 95年到08年 雾写管的叫做函数字变成的中世纪 因为在这个 在这个中间 多核逐渐兴起 然后像Saya Saya Java 这些变成语言 它其实对 尤其像Saya Java 它其实对 多线程的编程 有点 不好意思 我也没看到Saya 反正我是觉得 有点多金见证 就是因为 我之前也写过Saya 我发现Saya 它是每次都要去操自己操的内存 慢慢coupet reset 我从第几个字节 不知道第几个字节 包括怎么回收 怎么就给它知道 从去reset 等等都要自己操作 如果再设计到多线程的话 就更复杂了 多线程还有同步 还有通信 那就太复杂了 这个上手能盘实在太高了 所以的话 函数是就有一个机会 它的好处就是 我可以以一种无副作用的 可以连去执行 没有任何 不产生任何副作用的 这种密等性的操作 去实现你同样的事情 最早的 最早 像最早的这种 加入的绿色现场 从1.1以前来的 因为那种最早 像Solaris这种系统 都是不支持 操作系统底层是不支持 执持thread 这种现场级别的东西的 所以的话 它JavaGator 是有一个从封装 封装层 一层交绿色现场 然后它自己内部进行调度 再往后的话 就有一个 叫event loop 这种东西 event loop 大家应该听得比较多了 像js no.js 它都是基于这种理念来实现的 简单来说 它就是一个主现场 我就是零现场 就是干事的 干事现场就是一个 只要你有任何的IO操作 比如说settimeout 去读视剧库 去读贯存 通信 通路IO 什么之类的 我都给它放到 一部队列里头 然后我去等这个coblack 等这个coblack 结束了之后 OK 我执行到这 我再去把你的coblack 调用处理下面的东西 这就是event loop 然后再往后的话 就是Java谷里头 你进来的future这个东西 future的话 它相当于是 对这种IO操作的一种封装 我去做一个操作 它挡回了一个future对象 这个future对象里头 它是高级类型 这个东西里头 它包装那个类型 就是我们挡回了的那个对象 但是这个东西 就是future这个东西 它还是太操了 它不能很好地去进行组装 比如说andzen 我执行完这个任务之后 执行完这个任务之后 我立马去执行那个任务 如果要这么做的话 就有点像那个 像JS里头 我们经常写的 就我们叫call back tell 就是不停地毁掉 不停地毁掉 最后写成可能有 全程度特别高的一片代码 所以实用性不是特别好 直到那个Java 8 Wawa出了completable future 这么一些东西 它才实现了 比如说async supply 什么compose andzen 等等这些功能 就相对来说 就通用了很多 但是它和 但这个completable future 和rx系列 就是reactive系列 还是有一些区别 后面的话我会讲到 关于这个 刚才前到讲了 讲了这么多 就是我认为 反应式变成这么一个发展史啊 它的主要的导火索 我认为就是 丹河到多河 然后以及对多河 多现成 变成了这么一种挑战 实践的挑战 所以才催生出这么一种 还是变成了远的兴起 以及 反应式变成的流行 那么 之前 刚才在这边看到 java里头有future nojs有evenloop 然后 最后出现了rxjava rxjs等等这些东西 包括 包括那个scala 也有自己的那个acta 然后那个actor模型 这些 这些东西它其实 做的事情都是非常类似的 它都是为了要达到一个目的 就是让整个系统符合这四个原则 responsive resilient elastic 和message driven 呃 这些 这就是反应式 变成的一个宣言 它 它不是一种框架 也不是一个工具 它就是一种思想 我现在 我今天给大家 先主要介绍一下这种思想 然后后代的话 后面的话 是结合Spring Web Flux 给大家讲一讲 它怎么去 一些简单的应用 以后我们在实战中 怎么去用它 的 OK 这个反应式宣言呢 是在 大 我记不太清了 大概是在2012年左右吧 就是从RX 星期之后 就大星期到之后 呃 开始有的这么一个宣言 这个宣言是由三个 大的公司 一些工程师 发布的 呃 那三个公司 三个公司 一个是 皮肤头 就是那个大咪丁丁 那个Spring Rabbit MQ等的公司 还有一个是 Skala的公司 叫TypeC 还有一个是 Netflix 就是三大公司 他们去组成了 这么一个小组 然后发布了 一个宣言 可以看一下 这四个特点啊 它把这块分成了三层 最底层 就是所有的 他们之间 组件所有的通信 都是通过消息 就Message 信件这种方式来交付 这个方式 其实非常符合 我们当下的这种 流行的这种 为服务啊 分布式啊 这种趋势 然后它展现出来的形式就是 这个系统是可扩展的 以及高可用的 就Delastic 和Resilient 下面会单独去讲这个东西 然后带给客户的价值 当然是responsive了 就是 响应式的 说起这个响应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Borrowed Chrome 和这个游戏 我也是 我是偶然一次机会 就是在WiFi连不上的时候 然后误出了一下 风格线 然后这个小孔就开始跑了 我后来发现这玩意 是个小游戏 就是断网的时候可以玩的 这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responsive的一个体现 responsive 就体现在 你即使系统挂了 你也要让客户觉得 它为什么挂 然后让用户在它挂的期间 能够一些试图 比如说告诉它 请你检查一下你的网络中间 重新点一下WiFi 除此之外 你在等待的过程中 还能玩下游戏 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responsive的设计 包括我们在 在HTML标签里头的 image tag里头去写 ALT这种 这种被选的图片的名称 也是一种 responsive的 一种思想的体现 再往下 这个resilient 我之前还在 还在Source的时候 和一个澳洲的 号称最大的 行李商公司合作 他们一个CIO 来办公室做演讲的时候 他是 据说是澳洲敏捷之父 然后呢 他提到一个概念就是 怎么如何去打造 一支敏捷团队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 resilient 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的这个是resilient 因为当时办公室有这么一个沙袋 它就是打拳击啊 练三大之类的用的 像可以装上沙或者装上水 然后去练习 他当时打了一下这个东西 他说这个东西就是resilient 就是他会回弹 这块我的理解就是 如果一个系统想要resilient 那么他肯定是 要做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数据的备份 服务的隔离 以及我们像我们现在这种 大型的微服务系统之间 各个组件之间 如果很容易就失败了 搞不好就忙了超市 或者说繁忙就失败掉了 那怎么去做这个服务的降级 包括做短冬等等这些东西 都是resilient 这块需要考虑的事情 下一个是elastic elastic最典型一个应用就是 刚才 刚才杨阳也讲了 就是这个在双十一 它有大量的这种请求过来 那我们在面对这种大量的请求的时候 假如说 这个请求都是有高峰 有低谷的嘛 那高峰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让我们的服务能很好的 变过来 让它去处理好一些 大量的那种请求 这个就是elastic search 要考虑的东西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像AWS或者阿里云里头 比如说我要去做扩容 或者缩容的策略 那么我就可以给autoscaling group 里头去设置一些规则 比如说我看 我发现这个机器的CPU高于30%了 或者说我发现它的房轮量太高了 那么我就给它兴起两台机器 然后当它的这个指标低于了某种预值 比如说15啊10啊之类的时候 我再自动缩回来 这个就是弹性 AWS EC2 其实它就是弹性计算的意思 它全称就是叫 elastic compute cloud 弹性计算云 最后是message driven 就不说了 主要就是基于一部的消息传输 包括我们那个经常用的 比如说消息队列 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回答之前问一个问题 那么Java里头它既然有了future 为什么需要complete or future 这个我已经解答过了 那么又为什么需要 sprint bioflux和reactor呢 这个之前我一直 我其实一直有这个疑问 就是Gava也是Google做的工具 Gava已经推出了这种complete for future 它能很好的帮助我们去组合 以及处理一些异常啊 一些错误 这些有future的异常的错误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这个reactor sprint bioflux reactor是sprint bioflux的核心图件 就是sprint bioflux它为什么能实现反应 就是因为它是基于reactor reactor和rx是同等地位的 它们都是实现了相同的接口 就是刚才敏捷轩里头提到的 那些东西 它们总共订了30多个接口 其中核心的接口 应该就几个吧 subscriber accompletion subscription之类的 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做个实验就知道了 如果我们去 如果我们去起两个一步的任务 或者说起一个一步的任务 我用completion for future 这个东西 那么我在执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会立马去起一个现场 然后去发送一个网络请求也好 去做一次数据部操作也好 它会立刻的去启动起来 然后去执行 然后在主现场里头 我等待它返回 或者说我有一个call back 其实也是等待它返回 然后再去做下面的事情 所以就刚才我讲到那个重点就是 它会立刻的执行 它是eager load的 而reactor这种东西 它是lazy的 就是没有人订阅它的话 它是不会去执行的 下面可以具体看一看 reactive programming 如果牵扯到实战的话 它其实就这么多东西 它往简单地说 它就是一个观察者模式 observable, subscriber和 subscription observable就是可观察的东西 就是我去输出数据的东西 subscriber就是订阅者 订阅者就叫处理数据的东西 subscription就是我订阅的东西 这个subscription相当于中间者 它负责去维护observer observable和subscriber的关系 functional programming 之前也讲到 包括因为函数是编程 它很好的提供了 无副作用不可辨 以及 以及执行的密等性 所以functional programming 在reactive programming里头 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下一个是backpressure backpressure它其实翻译成中文 就是有很多种叫法 有叫负压的 也叫回压的 也叫北压的 等等等等 它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专有名词 它是用于描述管道这个东西 比如说一米口径这么一个管道 我不太懂我就全面举例了 比如说这么一米口径这么一个管道 然后突然走到一个小口的管道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在那个小口就会给上运 产生一个回压 这个回压 专业名词就叫backpressure 这块是接用了那个东西的概念 意思就是说 假如说我这块有一个快的发护者和一个慢的订阅者 就假如说我这个数据流 我从A流到B 我A是这个生产者非常的快 假如说我就是从缓存去到读东西 读读读读读读读 读出来东西之后 我需要去细导数据谱里头 写到另外一个数据谱里头 或者说做一个FPS的调用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慢的消费者 因为他要去有保动中IO的地方请求 我缓存可能就直接从那条件读的 所以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几种情况 会出现很多的错误 最常见的错误就是崩溃了 就你给我的数据太多 我的缓存区溢出了 OOM了 或者说我处理不过来了 我就把你丢弃掉了等等等等这种东西 所以这个backpressure 它处理就是这个问题 它最典型就是快生产者和慢消费者 由这个backpressure 我的消费者就可以告诉生产者 大哥你慢一点我跟不上 然后上游的上游的生产者就会减慢它的速度 这是backpressure存在的最大意义 下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lazy 弱性加载 其实这个很好很好理解啊 就是它其实本质实现是由call by need 就是你需要用的时候 我再去evaluate 我再去算你头的值 它其实是非常有用的 假如说我写了一个那个无限多的一个速度 然后这个速度传给另外一个函数 但是这个函数的时候其实没有消费这个东西 那一般的如果是它没有这个 延迟架载特性的这种 这种框架或者语言的话 一般就可能直接崩溃了 就是auto memory之类的 但是像用这种 以延迟架载这种特性的语言 它就不会去管这些东西 在它看来这就是一个声明 它不会去做的 除非你去真正的消费它 在它会去给它分配内存 给它做计算 OK 刚才说了这么多 其实最核心的模型就是这个 一个publisher 发布者 subscriber 调用者 以及backpressure 备压这么多东西 它的这种方式 其实与我们常用的 比如说像4Each Iterator 这种迭代器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像我们迭代器 4Each等等 这种东西 它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 可能大家平时用到很多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种方式 其实就是拉取的方式 是一种pull的方式 就我要 我要你下一个数据 你给我 你看我们迭代器里头 比如说如果大家用交易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 最后便积出来的代码 比如说 它这块有个list list里头是五个数字 我要去便利一下 五个数字 我就for integer i 猫号 然后那个list 这个东西最后便积出来是什么 这个东西最后便积出来 它是一个Iterator实现的 它Iterator就不能再判断 还是next 还是next 你有没有下一个 有没有下一个 有下一个我就去取下一个 它其实是一种pull的方式 拉取的方式 这个reactive programming 它引入了一个新的思维 它其实这块publisher subscriber 它用的是pull式的方式 我给你 你不用问我 我给你 然后下一个如果处理不过来的话 你再通过requestion backpressure 回压的策略你就告诉我 我处理不过来了 OK 我就知道了 它用的是这种方式 对于这个subscriber flux里头 说一下它一些 就是接地器的东西 前头说了一大堆笔 大家可能听了两个故障 它的核心的两个东西 其实就两个 不是 它核心的东西其实就两个 一个叫mono 叫flux mono代表的就是 这些东西有或者没有 flux代表就是 这个东西有零个或者有N个 跟那个java引入的 那个optional的这个概念 有点类似 但是不太一样 那个optional 它其实是对num 这个东西的一个封装 而mono的话 它相当于是 在这个的基础上 它又加了一层 拦加载 就是 假如说 我定义了一个mono 我可以去 我就可以把一个操作 一个future 一个正整数 一个随便什么一个对象 封装到这个里头 你只要不去subscrib它 我这个东西是不会被计算的 嗯 这块如果简单做一个publisher什么一个东西啊 呃 大家如果看不太轻的话 我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思想就行了 首先这块我用fluxcreate这个API去构建一个flux流 这个flux流里头 大家可以把这个东西想象成一个水池 这个水池有三个漱口 一个是正常的 就是流入下水管道 就是我一块一块一块的 流入下水管道 还有一块是完成了 就是 我这个整个数据流已经完成了 OK我告诉我 我告诉我的subscrib的订阅者 这么一个通道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通道就是 Error 出错了 异常了 我也会抛出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是三个出口 大家可以把它简单成一个水池 所以这块 这块起的名字叫flux sink 水池 然后 这个里头做的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事件员注册的一个监听者 在有监听事件来的时候 用这个水池调用一个next 这个next就是 往那个正常的管道里头 放一个数据 在这个事件结束的时候 往结束的管道放一个数据 就告诉他的subscriber 我已经结束了 然后 最后在下面这块 我去生成这整个事件 这块是我的订阅者 订阅者的话 在有下一个数据的时候 我这块 我这块用process 做了一个慢消费的这么一个模拟吧 相当于是 比如说30毫秒 然后前头 它生成这个数据 它生成一个数据要 我这块 我这块没写 我这块给的是20毫秒 就是模拟一下 刚才提到的快生产者和慢消费者 这么一个典型的场景 那么这种情况下 其实 就会出现问题 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 unsubscribe 和onext这块 尤其onext 它收到了上游 就那个水池 传下来的数据之后 我这块先去做处理 模拟做处理 处理完之后 我去再去做一个request 我再去请求上游 你再给我发一个东西出来 我这块写的是1 你再给我发一个东西过来 这个request1非常重要 这个request1就是回压 就是request1事 我告诉你 我要多少个 你就给我多少个 ok 还是基于刚才那个意思 如果 就是这个场景 它是 它是很贴近我们的真实应用场景的 就经常会遇到 哎呀 这个东西发过来太快了 我处理不了 就好比我们高频发现这种情况 这个并发数太多了 用户提供数太多了 我处理不了 受不了 那怎么办 无非就这么几种策略 忽略它 抛错 丢弃 或者说是处理最新的 或者说把它缓存起来 无非就这么几种 默认的实现是用最后一种 就把它缓存起来 直到把缓存区 可以存保 这是最常用的 也就是说 对应到我们架构设计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个对裂啊 回成一个之类的东西 把它存到那个地方 然后等我们有时间的时候 等这波过去之后 有时间我们再一个一个一个处理 这样 每一个都对应一种不同的应用场景 我相信像那个 比如说像这个latest 支取最新的 它就非常适用于这种实时更新的服务 就是我只要有数据来了 这个数据来了可能很快 比如说它是一个 4K或者8K这种高清的盛进服务 你这个数据来的可能很快 但我只要是最新的 那我这时候就会采取 采取这种latest的这种更新策略 假如说你给我一下发过来的1234 我这时候正正在处理1 那234我处理不了 OK 那我下次我只处理5就好 Spring Web Flux的话 刚才讲了这个Spring Web Flux 它的最核心的那个理念 其实就是subscriber, Publisher, Subscriber 这个东西 一回压这种东西 那么Spring Web Flux是Spring 5 新继承的一个模块 它是基于Reactor实现的 它在技术这块的话 其实Pivoto这个公司 它已经很好的给我们 提供了完整的生态 左边是Reactive的Stack 有技术章 右边是最经典的Servorate Stack的技术章 它这块的话 从底层的Servorate的标准 耐体Servorate 3-1 它是支持这种Reactive特性的 再往下一直到数据库层面 它其实是整套的Reactive的解决方案 所以大家如果想入坑的话 也可以 我到时候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做这将近半年 关于在Spring Web Flux上面的一些经验 对 关于这个 因为我是做互联网的嘛 所以我这块 取的例子都是以保 都是以保络请求啊 这种处理用户的这种场景为主的 这块的话 再介绍一下具体的代码 它怎么做 在代码上面 对于我们开发人员来说 我们 假如说你之前已经习惯于去编写这种 Spring MVC 这种 非Reactive的这种 这种 怎么说呢 呃 编写这种的框架或者实现的话 如果要习惯到Reactive的这种实现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其实就是变一下类型声明 包括这种annotation 什么post mapping啊 你是一个post的请求过来 delete的请求过来 get的请求过来 都没有变 它唯一变的就是这种类型 它是一个mono类型 它要么是零 要么是通能 要么是一个 包括这种request body 直接从 直接从request 我第一把这些东西 帮你解析好 然后放到 放到你的那个请求的 放到那个service处理的那个body 部份 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可以平滑前移过来 上面这种 对于 老的那个 呃 supreme MVC的用户 我说的老就是非Reactive 不好意思啊 然后 它也提供了一种新的这种 类似于 有点类似于函数 编程 这么风格的 呃 语法 我 这块先声明一个router的一个 函数 这个router的函数呢 就是这么定义 它首先有一个路性 然后你给一个handler 这个handler接收一个request 和一个response 当然都是都是都是model的 我 我这么做的时候 我发现它跟一个 它之前很多框架有类似的 有类似的那个 书写方式 一个是reels 一个是play framework 都是都是都是大命令人的框架 就是它的好处是 我可以在一个其中的地方 把这些网络的endpoint API定义好 然后如果你要去查看的话 你会很清晰的看到 我这个系统对应的服务有哪些 以及它的路径是什么 包括它的一些动词 就是增长给它 那些动词是什么 然后具体到下面 我要处理这个request的时候 就是价格是这样 假如说我要先把这个东西 转换成一个对象 我的领域建模 在系统内领域建模的一个对象 它是个抖门的对象 那么我就可以直接用request 调一个body to model 这么一个东西 把它转换成一个topping对象 然后再给它做一些操作 这块flatmap呢 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去消费 这个topping对象 它只是在 它这样的只是一个声明 它告诉系统 如果有人订阅了我 就如果有subscriber订阅了这个流的话 那么你就按照我的这种数据处理的这种流程走过去 它其实是一种声明的格式 它并没有真正的执行 这个也是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这种 多性加载多性计算的这么一种特性 因为 因为函数是编程 它有很多的 很多可能跟命令式编程这种不太一样的风格 包括说 从一个极核令设到另外一个极核 就是map flatmap的操作 再包括像reduce 它从一个stack 或者从一个数据也好 把它变成一个 最后把它变成一个计算好的一个 一个求和操作 或者把它变成一个map 一个key value的对列也好的话 它是不太一样的 但它其实都是属于数据流的一种声明 它最后只有在subscribe的时候 它才会执行 之前 之前也讲了就是 关于多现成这块 当然spreymapplus肯定也是支持这个多现成的 而且 如果在你如果在大家掌就入门的这种 函数变成的这种书写的风格之后 会发现多现成变成也变得非常简单 这块有几个函数介绍给大家 就比较重要的 publish on subscribe on 先讲这两个 publish on的话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我这个八部折 只要 只要在调用了这个publish on 后面的所有的地方 都会采用 新的 线程 就是它里头会定义一个scheduler scheduler会定义 我到底是用哪个线程式 我是用parallel的线程式 我还是用elastic的线程式 我还是用 就是 fixed 就是那种固定的那种线程式 它指定一种线程式 然后来执行后面的动作 这个是publish on做的事情 而subscribe on的意思就是 我订阅的 我订阅的这个东西 它在产生的时候 是由哪些线程来执行的 它也是给一个线程式 不同的是publish on 给的是后面的 偏向于消费者 而subscribe on 偏向于是生产者 后面两个 一个是parallel 一个是run on 意思就是 尤其是在flux 这种操作的时候 我flux 它是一个 领不到多个元素 这么一个数据流 那么在这个数据流的时候 我其实可以把它分片 去处理的 那么parallel 意思就是告诉这个flux流 你在处理的时候 请把它变成 多线程的处理方式 并且 这个默认的 那个线程的数量 就是cpu的合处 因为 如果再多的话 其实没有太多的意义 我个人觉得 因为reactive programming 它其实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思想 就是充分的发挥机器 cpu的 就是充分发挥机器 物理硬件设备的性能 之前的多线程的话 有可能我只是加大了 往往吞吐 然后处理了更多的请求 但是其实耗费了大量内存 而cpu使用力 还是非常非常低 但是为什么node.js 这种 这种 可以简单的理解成 这种单线程 就是一个主线程 运行的这种 这种 这种语言 居然能处理这么大的 处理这么大的 高频发的这种 这种场景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几年ngins 干掉了tomcat 耐体逐渐取代 像之前的jit 这种东西 然后 最后一个run on 是紧跟着parallel run on 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parallel 之后 我要给你运行到某一个 某一个线程式上 OK 吹了这么多 Spring Web Flux 我们来看一下 它真正的行动对比 如果我们模拟2500的用户的话 它的 这个 这块用的 物理的 参数是 2.3GHz的 Intel i5 处理器 然后16GB 内存 DDR3 左边是 大家 后面的朋友可能看不太清楚 我就给大家 读出来就好了 左边的 这个数据统计 是经典的Spring MVC 右边的话是 Bike Flux 可以看一下 在文理2500个用户的时候 两边差异并没有太大 最后的结果其实是非常类似的 甚至 有些地方 Spring MVC 还要略高于 Bike Flux 这个都是在 那个 正常的偏差范围之内的 但是 当请求变大 变到5000个用户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微小的差距 也不算微小吧 算挺大的 已经下降到两倍了 就是 可以看到 左边这块的Response Time 50%的请求 就是 对于Spring MVC来说 50%的请求 它的响应时间 是接近500毫秒 而Spring MVC 的话 它50%的请求 响应时间 是不到300毫秒 就是 差异开始逐渐的 体现出来 差距开始逐渐拉开 我们再接着加大 加大到一万个用户的时候 可以明显的看掉 可以明显的看到 这个 标准差 这块 响应时间 Spring MVC 它这个技术站的话 它的响应时间 已经达到了1.3秒 而 Reactive Spring Web Flux 的话 它还是 原封动 还是 稳定在 200多毫秒 这个也 恰巧映射了 我之前给大家讲的 那个 道理 Reactive stack 它是充分地利用线程 它不会过多地去创造这种 无用的这种线程 而 Spring MVC 的话 它 其实我感觉就是 嗯 算是一种偷辣 就是 我这个线程 那你就去干这个事吧 反正我还有资源 我来这个请求 OK 我就再起一个线程 我干一个事 我就再起一个线程 我只要有所有 我就起线程 就感觉有点偷懒 这样做的 坏处就是 我线程会越堆越多 然后我堆裂会越堆越长 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 我平均相应时间可能会变满 而这个 而这个Reactive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它是 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充分地利用线程 就在 就拿我做那个项目为例吧 我那个项目其实 虽然也没有什么大的并发量 但是它其实可以 可以处理非常大 非常大的并发 呃 我觉得 就目前来看的话 上万 上千上万肯定是没问题的 就是 大多数公司也就这个级别 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是非常平稳 显案时间非常稳定 都是几百多秒 只要 只要它的 依赖的那些 呃 Io的那些 外部 外部Io的那些操作 是显示时间稳定的话 这个想 整体显示时间就是稳定的 呃 我做那个项目的话 它 我用的默认配置 其实也就是八个现成 就八个NiO的现成 Face色现成 可能 也 也 也就那样吧 就不多 但是它的效率真的很惊人 你像对于这种 呃 三个Face的话 八个现成 如果 反正我都感觉稀里有点虚 就是 是不是太少了 就是得整个 就不得整个一百多个现成 什么的 呃 这个 调试啊 日志啊 包括 打断点啊 都变得非常的 不靠谱和痛苦 呃 还好 对于调试的话 因为我用 ItalyJ 虽然是社区版的 但是它现在已经支持 比如说我在 flagmap里头 去给你打个断点 我在map里 打个断点 等等这样的 所以 还算 比较友好 呃 调试的话 像 reactor这块 它有一个工具叫 reactor test 你可以用 step wire fire 这个东西 在 在写unitest 单元测试的时候 逐步去验证 比如说 我验证你第一个 千万第一个元素 得到的是什么 然后最后元素 得到的是什么 这样 说实话 我用的比较少 我都是 直接用那个 web client 做集成测试 然后 下一个 就是log 如果用log 如果用log的话 它会把每一部 就 它那个流 流 流式编程里头 它每一个数据流 都给你打印出来 包括每一个 如果是用flags 它每一个元素 都会给你打印出来 如果是log的话 他会输入标准 标准标准确实 finish 出之后 然后下两个的话 是跟断将有关系的 一个是 这个东西是整个全局的 就假如说某个地方 它抛了一场 那么它 会deleerschu 去断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查看一下 它的 リティ between 一些详情到底是在哪里挂掉的 然后下一个是checkpoint checkpoint就是说 我这个代码 假如说写的像 写的像 写的像 写的像这事一样 request来 body to model完了之后 不停的flap map 然后filter 然后还reduce 这种之后 非常不好debug 那怎么办 我将会加checkpoint 我在需要关注的地方加checkpoint checkpoint的话 它就会再抛出一场之后 直接打印出一些信息 告诉我这个地方出了问题 反正总体来说 调试和日志 日志我觉得ok 因为我们可以把flap map 或者在操作这个数据流的时候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b包 然后在b包里头 我们可以用那个像 像log4j啊 这种 这种日志工具 去打印出一些日志 输出到那个文件里头 这些都还好 调试确实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 这两个工具的话 说老实话也不是那么好用 反正调试确实是一个问题 下面是一些 个人关于spring webblocks 一些实用的体会 个人觉得如果整套的技术站 不是reactive 只是我把服务处理这块 服务想象的这块变成reactive 假如说我只是把我们之前的spring MVC 变成spring webblocks的话 效果基本上没有 效果基本上没有 因为你这个最底层 它其实它套的就是NIO 就是所有的东西必须是没有瓶颈 我才能达到整体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想想那个 那个木桶的效应 它不能有短板 就短板就卡到那个地方 比如说数据库这个地方 它假如说不支持 这种reactive的驱动方法 那最好还是不要用 它现在目前支持reactive驱动的数据库 主要有mongo是支持的 还有像cassandra这些 这些关键数据库也是 那cassandra还有那个postgres 好像是开始逐渐支持 但是像一些比较诚实的方向 中国用的中国开发用的比较多的 我都想买bethys啊 什么heavenata这些东西 都是完全没有影了这些东西 所以慎重 我现在还是用的买bethys 很苍狠 没有得到什么质的提升 确实没有得到什么质的精 除非我自己手动去拼色口 就不用买bethys 这些东西应该只是框架 不管你自己的hybrid还是那个框架 对 ORM 对 它们与nm是没有关系的 它们是依然进入库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 其实它们不是我给它们起个约好 但是它们不能很好的支持这些东西 我不能更好的去用这些东西 假如说我我底层用了sprint data 它那个gdbc的reactive框架 它不能很好的适配到mybethys里头 对 还有个问题就是说 我的这个这个 你还是真的不 你像关系的时候 它没有必要去做到这样的我感觉 因为每个请求 它都不一定是那种很快速的Io 怎么搞得定的 有些比如说像这个o-lab的操作 你做这个完全没有意义 因为它一次性的Io就花很长时间了 那是什么 on-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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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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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的嘛 我一次性就要聚合几千万多的数据 你这个也没必要用这种方式 那对于这种在线事物的话 其实 你要看它这个数据库的操作 为什么gdbc它没有做这种能量功能 但是因为本身这种特性 就是很容易的感觉 对 gdbc现在已经有支撑了Io的Dragon 除了是 现在还没有跟它的iPhone iPhone和iPhone集成进来 第二个的话 数据库的支撑没有必要 这是错误的 因为reactive的一个核心 其实就是把Io的操作给扫出去 真可能把CPU的东西都进来 然后iPhone好了以后 把这个再往前盖 你能不能带有什么关箱 让他这一份干呗 但是你不要免货 后头的人请求进来 又好像有个人占这个坑 他慢一点 你不要堵住人家 你让他把他挪出去 把这个坑位先占出来 所以他现在说的意思就是说 是因为你整个全战没有坚持 不是 这是因为你不了解整个Io的这个东西 如果你是从前到后 从请求一直到这个输出 因为咱干的事情大事 没有 我是傻的大事 对 我都知道 从那个recast一直到那个输出墨地 全线都关穿了reactive的这种方式化 现在怎么可能跟我弟想的事了 怎么怎么没有 有了 当前的wtxt框架 从前到后全部都有 对 我是说结合业务的场景 当然有啊 因为你这个业务中间的男同学还有吗 业务实际上就两种 一个是CPUB机型 一个是IoB机型 你把IoB机型的东西 全部都超用reactive框架 你有玩意吗 这跟你的使用什么draggle不draggle有什么关系 除非只有一点 就是它这个操作系统 根本就没有draggle底层需要制造的 支持的那种底层技术 这个是完全的办法 除此之外 只要你的框架是 cdbc的draggle和这个NiO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因为cdbc的draggle 你现在常用的draggle 根本就没有大规模采用和Io 包括申请予的那种reactive的这种方式 但是现在一些新的 包括有一些新的框架 还有一些新的一些 你现在看到的那个pgdraggle 只是它官方提供的draggle 但是还有很多志愿者 他做的这个卷子 他本身就已经制成reactive的这种方式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用一个好的东西 你要从前到后要用 要不然你后面只有一半 那一块就会成为一个平均 那边就会堵住了 如果请你带什么就会堵住了 就变成这种方式 这个方式是特别熟悉的 谢谢 那我就继续了 当然 谢谢胡老师 提我回答问题 答得非常好 就是 基础设施这块不是特别的完善 包括我在做一些定时任务的操作 还有 有数据问题还是不说了 在做定时任务的操作 我觉得我采用的是那个quart Qoart Qoart 这么一个框架 很经典的框架 它就是你可以定时提交任务 也可以让人进去一步之行 有点类似于reals里头 那个side kick 如果熟悉的人的话 应该知道 这个东西的话 它不是能很好的 跟reactive的框架集成进来 呃 原因就是它 它采用的异常处理机制 还是through exception 这种东西 但是reactive的框架的话 它完全是基于那种 on arrow 就是 arrow这种 错误数据流的这种方式 就根本继承不进来 所以的话 那块搞的还是像之前through exception 然后catch一下 然后再 再重新重新处理之类的 但是说到错误处理这块 superware class 这块用的一个比较爽满的地方 就是 呃 我之前做了一个 给大家讲的小小小例子 我之前那块 去做一个 呃 数据统计的一个小功能 这个统计的功能它会频繁的用到 然后并发量也比较大 但是它会同步的去修改同一个字段 数据库的同一个字段 呃 其实 完全依赖于数据库的那个原子操作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当时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了 反正就用了一个 一个乐观锁 然后 这个乐观锁的话 它会从事五次 我设的是五次 就在并发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 肯定没有问题的 你只要 你假如我给这个A更新上A加1 然后它的版本是一个A.1之类的 我就用这种东西去更新了 然后它在 它在出错的时候 我只需要在这个 操作的后面去点一个retry 然后给它一个次数 就OK了 但是像传统的那种 Spring FAC 的方式的话 就是写起来可能就没有什么优雅 可能我们过得 过得起个循环 或者是抛出一个异常 然后异常之后再去处理 再去重复地去调用一下之类的 呃 这块是 讲一下这个 具体是使用这块的一些地方 然后 然后 新手的 新人的上手难度很高 就是 我接触的 就我们也 我们也 我们经历的招聘嘛 就招聘来的人 其实 能了解韩顺编程的人 就不多 然后reactive就更少 然后会些reactive就更更少 所以 大公司的话 采用这个东西 可能还是 大公司可能还好一些 那小公司的话 可能就稍微有一些风险 就很很显然就会涉及到这个人才的招心 你招进来 大家不会写怎么办 这个 已有的人都不会写人 你还得去教人家 是不是 你还得先给他 不光 然后 你不能上来 对学校web flux 那些人先把基础打好 先给你介绍 什么是reactive 然后reactive 下来之后 你又得告诉人家 流是什么 函数是编程是什么 然后什么web flux 怎么用 被压是什么 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套到一起 就导致这个程度 学习曲线特别特别高 我之前跟一个同事 大家有的人可能认识 我问他们去翻译一个本书 叫scala 编程实现 这个scala也是一个特别 难搞的一个语言 跟这个 他的思想 其实本质上是还是编程的思想 但是他的实现其实也是非常复杂 所以最后这块一个体会就是 目前还是我一个人在维护 没有什么接盘侠 想法的 实际上最惹性的一点是 他妈的中间搞错了不兼容 这个地方是定义的 反正是十一还是到十之间 不兼容 你弄着大众子看 是 反正这个 新的学习曲线 确实是个问题 怎么把这个做得更易懂 包括这个概念这块 更容易让大家去理解 他现在已经做得很好的优化了 包括 我怎么把这个Future 我怎么把一个数组 包括一个函数调用 封竞成一个Mono或者Flex对象 这块已经做得不错了 但是至于像 Map FlatMap Future这块的话 我觉得 未来可以做得更好 呃 就这么多吧 谢谢大家 下来 下来就是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今天是那个TiDB的专场 我看大家来报名主要是来听TiDB的 我就是 蹭蹭场了 来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种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这种理念 以及自己在这段时间的一些经验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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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就是在这个层面 那个 那个 以上的层面 过一层一次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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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我 变成了手机 然后那个 那个 那个 然后呢 直接加一个 那个 转接层 直接转到那个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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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回答您的问题 没有 那个 像 但是 他已经做了 做了很多努力了 像之前 像之前 从那个 我刚才已经 已经举例子了 就是 从那个 直接迁 迁移到那个 新的reactive room 框架的时候 其实 就变了个接口 其他什么都没变 mono 变成mono 但是如果讲 真正于用好 这个东西 还是得学习一下 他的思想 对 我的意思就是看 比如说 上面这个代表 它中间就是说 我 它其实上面就是 像 Rutera 混成这些东西 结局 通常成另外一个 比如说 Bosnambi 然后呢 人在里面 然后人叫下面 这个东西 有这种吗 嗯 据我了解没有 还是 对 就是 大家想 使用这个关键 还是得先理解 它这个核心思想 那核心思想 是什么 比如说 这就是 像布拉斯刚才介绍的 把这个Io密集的东西 所以我写的人 我不太想关心 这个Io密集的 就是 对我来说 比如说 我去写的 我只关心它的那一片 我不想去关心它的 它是要 非要唱 然后要去哪 我不想买这些东西 然后呢 我向来讨论的时候 我也不想只能 尝试一条线路 嗯 我只想画到一个 我这样的目的 其实你之所以 会有这样的问题 是因为 你目前遇到的问题的 这个复杂度 还没有到这个层面 其实所以 如果就是 你目前的那种问题的复杂度 用不用这种 其实 不用这种 因为它最快达远的话 包括为什么 在你们这边 为什么要用 那个什么 类似像RX的东西 因为它本身的 那个思想 是一个世界有的一个东西 包括我通过 所知不同的流去 达成 实现更复杂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 你没有去 这种东西 是没有办法 封招城底所说的 那个API的那种方式 因为你的 底层的这种 逻辑的思维能力 对 谢谢 谢谢 对 谢谢霍老师 又替我回答一个问题 还有吗 我还有问题 刚才老师在问你 就是 这个 假如说我的产品是这样的 我的Io的时间 就很耗时 对 你觉得这种方式 还有用吗 你把那个Io多短 多短 我们认为这个 我就在下载文件 我并发的去下载文件 这种方式 就是 它能带来这个保充吗 就它不是说 不要到搜索吗 哈哈哈哈 那我先说 我先说 我的理解是 这个reactive 我发现它解决的 不是这个问题 我应该说的是那个 Io那回事 就跟Io那个操作 它创造多线是不一样 对 比如说我这个 多用不同下的这个文件 而且每个文件比较大 我的意思是说 Io它一直在耗时 它不是说 我这个情况一瞬间就结束了 而是我一个持续的 一段时间的重操作 对 这种方式 就不好 这是它极端的一种 一种理想 是不是 因为你没办法去 去这个 去分身吗 因为它一直在 你不知道怎么走 它一直在哪呢 它数据流 一直不停在流 你没办法去分身 你得处理它 所以你没办法去 去这个 服务另外的请求了 可以 可以服务另外的请求 我回答您这个问题 就是 我刚才提到就是 Sprime Plus 它其实默认的线程值 就有八个 只有八个 你看 甚至可以配得更上 它不是完全单线程 它不像Reduce那种 单线程 它可以多线程 你什么意思就是 我这边反正 就像我去给这个水池灌水一样 这个水一直在 一直水一直都流过来 所以我没有必要说 是一会儿灌着 一会儿灌带着 但是你那个地方 你要考虑到你的程序 是这样子一样 比方说 我程序 我在词盘里面写的时候 有可能它的底层的实现 因为它不是要你真实生活中 我灌水一直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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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 你不需要拿到它的响应 因为它程序在实习的过程中间 描述过 我这个东西去给它吃汗 做一个操作 它有些时候 它需要确认这个操作 真正成功之后 我才返回来的 它是用这个时间段 去把这个时间片给别人 你在这个确认的过程中间 我可以给别人去用 几少成功吗 你刚才是轮行的去 就是频繁的去中断 我还迁换的话 这个我再解释 就是首先 那个TCP 它本来最UDP的 每次收到完整 其实我在先天作用跳出来的 不需要那个什么的 中断什么的 它每次先天操作性能 就在这里面跳出的 所以这个问题 不需要让它去发性能 你看 它们的TCP流 它中间其实是 网络L厂 其实是文中断的 一直会有文中断的 不算是万一的 你的那个例子是 刚才他说的那个例子 比方说 我这个计算大数数的时候 我这个问题 一脑在你算算算算 我还有没有必要 比方说算到一半的时候 我不考虑那个什么 算断了什么 就假设就是没准 我就一直在你算的时候 我没有必要我说 把这个东西跳一块 这样一段时间给别算 因为它是容易一脑 在靠它的CPU 所以你觉得这个地方 你去买回切换 就是容易做的问题 是的